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运送的过程有机会撞 那就要用到补多包装子 你扔我又扔 垃圾弃之不尽 最多一定是家居厨余 第二就是网购衍生的包装废物 对田区容量接近临界点 酝酿了16年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 终于落实 以后你扔垃圾都要付上代价 作为品牌设计师 我们是一个先度或规划的位置 在它未推出产品的时候 希望有更环保的包装 都是它们的选择 麻烦你 自愧容器买没有包装的货品 就不会製造更多垃圾 这种拿买拿卖 会否成为新趋势 其实街市是一个最好拿卖的地方 只要自己带上一个器皿 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 大家好, 我是Karma 最近我用了几款比较好用的护肤品 这种我已经用完了 我是Karma 我是一家三口一起住的 我平时也会发片上自媒体 也会有些品牌 叫我帮他们宣传一下 但我没有用过 我是不会发出来的 最多就是拿来拍片 用完就没用了 我就会扔掉它 这种做法很干净 Karma平时喜欢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的生活 特别是扮美心得 家里的化妆品、护肤品 多得数不完 这些其实是防撞的 它是抛抛纸 这样就会保护那些东西 不要撞烂 尤其是液体的东西 不会漏出来 Karma和她先生都要上班 平时买家里的日用品 最紧要方便 所以她平均每个星期 都会网购两次 不过网购所衍生的包装垃圾 就令她有点头痛了 这次包装其实正常 不是最多的时候 最多? 吓死人了 最多可能是这里的三倍 因为你要保护好那件货 其实说真的 多些包装 它就会保护得好些 一般都会扔掉它 你说很多很大量拿去回收 其实又不是真的很多很多 要么你就需要一个地方存住它 但是家里小便做不到这件事 妈妈买了小裙子给你 你跳舞裙子 看看刚刚 你倒转吧 可以的 长度刚刚好 Karma说如果家里有小朋友 家居垃圾就会更加多 现在我们大家都要抗疫 她吃饭之前 我都会用消毒的纸巾 替她擦手 好像她吃东西 又可能会滴到四周都是 她一餐饭的话 三、四张纸巾一定 如果家里有两个 我们这次有两座餐具 还有她这次多给了我们喝筒 我們有兩個這些, 一樣大小的桶 這個我用來棄那些沒得回收的東西 另外我這裡還有一個 我這個紙、罐、膠都放在這裡 你可以叫我做Uncle John 我也幾十歲了 我們一家三口三個成年人 我和太太和我女兒 John一家人奉行環保七、八年 幾乎所有垃圾都可以回收 但不要以為只買少一點 用少一點就可以減少垃圾 他在很多小事節上都花盡心思 我通常一個星期五、六天都有喝咖啡 每天喝完咖啡, 咖啡渣也放在這裡 如果雪櫃有股味, 我刺激那一晚 咖啡渣的味道就會吸收雪櫃的味道 現在我在洗手 這一塊是咖啡渣的肺炎 我現在沖一杯咖啡喝, 完全沒有垃圾 John說要做到幾乎沒有垃圾 做好回收一定逃不掉 油瓶是很困難回收的 因為油很難洗 我們要拆開油瓶的蓋子 然後再加少許洗潔精 用暖水搓乾淨 我放在這裡, 讓它停水期一晚 可以回收到現在, 乾淨了 我們自己的層樓有, 它有三色桶 然後我才逐陽去到外面, 然後再分 我們的屋苑是收不到的 例如發布膠 我們去六在區區, 我就拿去六在區區 啡是膠, 黃是罐, 藍是紙 這些紙我就放在這裡 通常我都存在幾天 人人生活習慣都不同 同樣是一家三口 Karma和John家裡的垃圾量 會有多大分別呢? 這個還是這個? 那一隻… Karma每次去街市買菜 都想速戰速決 當主將豬肉放進膠袋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如果我不買那麼多, 我買一半 可不可以都有這個東西? 因為這些很容易破壞 謝謝你 這裡已經是一個了 然後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還有蝦是七個 七個膠袋 買菜趕求速度, 還趕求衛生 如果買濕貨 究竟膠袋是否真的避無可避呢? 其實有些可能也避免不了 因為好像蝦、冬瓜這些濕 所以我想就算我再帶 店主也會給我 其實都想環保一點 不過方便是…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都減少不了多少膠袋 因為東西濕 我只要一條魚而已, 甚麼都不要 那些膠袋不要浪費了, 大家都要環保一點 那些膠袋不能吃嘛, 魚才能吃嘛 無論乾貨還是濕貨 John都會自備環保袋買東西 堅決不用膠袋 買一條魚 如果我不拿這個膠袋來 通常魚都有兩個膠袋 那些菜, 菜也可能一個大膠袋也能安裝 如果我不帶環保袋 雞有兩個, 肉有一個 跟著菜有一個, 魚有兩個 最少六個膠袋 John從來都不覺得自備環保袋 是一件麻煩事 他對環保的堅持是因為他心中有數 如果香港700萬人, 我想怎麼都有一百萬人 他是每天去買麵包也好, 買甚麼也好 只是早餐, 只是膠袋而已 一百萬個 但其實你只要拿一個環保袋 像我這樣拿一個食物膠袋 沒有垃圾的 我希望多些香港人支持 2019年 對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量 平均每天是一萬一千零五十七公噸 為對填區帶來沉重的負擔 早前政府也通過 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 實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垃圾主要會按袋收費 適用於大部分住宅和工商業樓宇 市民需要預先購買 分九種容量的指定垃圾袋 收費每公升一毫一 而政府現時在十八個月的準備期內 會被市民大眾為落實垃圾收費 做好準備 設定蔥, 做雞, 我們的蔥可以放在泥裡種 原來還可以多種一圈出來 根據環境保護署的統計 2019年都市固體廢物當中 廚餘佔罪多, 有百分之三十 香港的廚餘處理未成熟 John覺得就算自己多環保 煮菜的菜單, 菜單, 菜單, 菜單 都難逃要去堆田區的命運 如果有廚餘機給我處理這些東西 我的垃圾桶裡應該沒什麼垃圾 這個我原本拿去陸在區區收的 原來它不肯收這些 不是充電池就不收了 叫我當垃圾丟 John一家三口 這一天總共有多少垃圾呢? 垃圾徵費實施後, 又要付多少錢呢? 這個20公升的膠袋 如果我用來裝廚餘, 不用這麼大 10公升應該無論如何都夠 再加上就算有其他垃圾 10公升是一個月, 我要三十多元 我想這裡用七、八公升左右 浪費了一個袋子, 但我不丟就不行 下次我會用一個比較小的 同樣是一家三口 Karma都是用20公升容量的膠袋 裝這一天的家居垃圾 總共有多少袋呢? 那這一袋應該已經鋪了 這一袋是紙巾、口罩等的垃圾 這個也滿了一袋 這裡有五袋 如果按照這個定價, 這裡要11元 相對來說是高的, 這個價錢 但沒辦法, 我自己製造出來的 上網買東西那些, 我覺得是可以減掉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問一下 賣家可不可以不要給我紙皮 以後不吃外賣 那又可以減掉一袋 其實也差不多減了一半的垃圾 多一袋垃圾就要給多一點錢 如果垃圾徵費實施之後 相信不少家庭會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習慣 首先我覺得我和我先生都要去學 學多一點這方面的知識 怎樣回收, 有甚麼可以回收 有甚麼不可以回收 還有回收的標準是甚麼 學了之後再教小朋友 因為坦白說, 大家都想我的環境好一點 近年提倡無包裝貨品的裸賣店 越開越多 是否真的可以減少製造垃圾呢? 下一節回來再看 我看她是在家嗎? 我看一看, 留在家裡 那是死的, 也有在家裡面 把小朋友也加遮剪下來 我把小朋友也有很多東西 封口的牛丁 那就是… 我老闆, 我老闆給我 我一人找, 她有很多個東西 我老闆給你一個人 我們又懷疑你 那裡我一人想, 輸給你 乖給你一個人 又一人平民的 Brought 這腳東西 她也是生病商品 沒有,是在樹上掉下來的 例如牠吃了一塊番薯 牠只在超市看到我的東西 所以我也很想讓牠們接觸一下 大自然知道原來番薯是一根根 牠是在泥裡的 牠上面還有一棵植物 我很想讓牠們感受到 知道一些…我覺得是一個常識的東西 其實到了現在這個年代 已經變成不是普通的意見 Dora說學習環保不分年齡 牠都一直在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牠覺得科技雖然令生活變得便利 但有時反撲歸真,可能會更加好 我覺得環保是一個學習的態度 現在和大家一樣,都是一個普通人 也會用膠飲管,也會拿膠袋 會吃外賣飯盒 但到開始意識到,留意多了 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我們便會慢慢地改變 以前的年代 人們其實都是自己拿個飯盒 買米、買蛋 只不過現在社會改變了 有包裝的東西,看起來好像吸引了 好味了 我們其實都要檢討一下 究竟我們為地球帶來了甚麼 是好處還是壞處 就只要是不理需要的份量 你可能想先試一次,賣一點也可以 四年前Dora托BB的時候 找不到一站式的環保商店 買東西給小朋友 所以他就開了這間裸賣店 他說裸賣可以用便宜的價錢 買到環保產品 其實我們店鋪有七成的空間 在做這個裸賣的模式 裸賣店顧名思義裸賣 即是沒有包裝的東西 你可以選擇自攜容器 又或者你介意的可以用紙袋 首先只是瓶的錢 其實已經省了很多 成本上 還有市場 省起來就是大概30% 希望將這件事大眾化一點 我們定價的時候 儘量貼近一些普通的產品 價錢的希望 為了推廣 拿賣拿賣這種消費模式 Dora在三年內開了四間分店 她希望可以有更多大型的零售商 加入這個行列 因為在拿賣的過程 已經在提醒大家 用多少才好買多少 這個已經是環保教育的 其中一群 我也很喜歡煮食 我有時看了一些新食物 很想試一下 但又不是一些比較常用的香草 買了回去 其實那瓶東西可能放了三年之後 或者你大掃除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放了一瓶東西 原來用過一次而已 我們亦希望藉著我們 可能產生一些噪聲 其實都可以影響傳統的超市 或者是一些店鋪 都可以轉移去增加 這項拿賣的東西 就是他們會覺得牛皮籽就等於環保 Fins是一間品牌設計公司的老闆 專門為不同品牌 就著他們的市場定位 設計產品的包裝 我真的要做一個環保的產品 他們可能會很注重物料 譬如那個東西是可以蒸發的 甚至可以做一些多功能的處理 或者應用的 這些我們都會在設計的過程上 嘗試去放進去 我這個禦餅盒 就加了很多特別的元素 我們使用了一個特別的包裝結構 令它可以更輕 中國傳統送禮講求得體 賞禮品大方又環保 如果不想過度包裝 在設計上可以怎樣平衡呢 可能去到現在的時候 你的包裝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可以做到一樣大 但是用的材料可能是以往的一半 其次就是 可能是整個盒 我們都可以蒸發地使用 不是純粹一種祝福 就是多一個層次的互相交流 我傳遞一些環保訊息給你 這隻環保紙的硬度都夠厚 可以做到盒子 還有一些硬一點的紙袋包裝 Fins說環保是大勢所趨 他們很多時候都建議品牌 在包裝上加入環保元素 不過一下子寫氣搶眼的包裝 對於大品牌來說有點困難 首先包裝不只是一個保護性 或者純粹是視覺吸引你去賣 它很多時候可能牽涉是一個專利 又或者是防霧識別的一些功能 所以對於一些大的品牌來說 他們當然有資源去用到一些好的物料 但他們不會完全放棄包裝 因為他們需要有很好的保護 這些就是客人很好的東西 就特意寄零食袋給我們做回收 都市化了的地區 基本上零食都是每家每戶種會有的一個消費品 所以其實衍生的包裝的廢物是比較難避免的 不是每樣東西都可以拿買拿賣 不少人平時喜歡吃的零食 像薯片一樣都比較難拿賣 TN是這間環保社企的創辦人 他們其中一個環保企劃 就是收集零食包裝 其他叫做鋁薄袋 一般是外面顏色鮮艷 裡面是銀色的 這種是複合物 裡面有金屬也有塑膠 TN說鋁薄袋很難做到回收分解 所以他們會將這些零食袋升級再造 賦予零食袋第二次生命 我們要先看看零食袋是否乾淨 如果是乾淨的話 就看看它的尺寸符合哪種產品的生產 然後再交給非牟尼機構做生產 一般零食袋可以做成一些散紙包、筆袋 一些小物袋 或者是做一些電話座 現在挑選這個鋁薯要很小心 因為很容易挑爛 其實零食袋升級再造成不同的產品 在香港也有不同的手作人有做的 我想我們的機構比較初創 是將整個零食袋回收 變成一個全民可以參與的計劃 在2019年4月開始 現在因為疫情暫停再收零食袋 但是回收數字已經超過一萬八千個 雖然回收成效不錯 但是它希望市民可以改變自己的消費習慣 我想第一就是真的需要先好購買 這個除了零食當然是橫跨你所有的消費 第二如果在生活上真的需要要購買 其實可以選擇不同物料包裝的產品 也都容易做到回收 拿賣…除了是一種消費模式 更加是反思如何去保護環境的過程 拿購買這件事 是會比起平時你去超市買東西 是複雜了要花多了時間的 都是希望大家慢下來 慢慢去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些甚麼 如果要好好保護地球 每一個慈分者都需要攜手並肩 我丟一件垃圾就算錢 同時這件垃圾我丟了 如果去了堆填區 它本身如果是可以回收的話 都是一種狼狽 我覺得會造成雙重的浪費 如果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大機構 去帶頭做一些大的改變 就不會覺得我是某一個小眾 才會去做的行為